做剁椒鱼头切记不要直接上锅针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剁椒鱼头 不但鱼肉非常的鲜嫩入味 而且吃起来没有腥味 特别的下饭 鱼头处理干净之后 打上花刀方便入味 把金针菇去掉根部撕成小朵 然后清洗干净 再准备一点小葱和洋葱丝 每天都在废勤往时 偶心力学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锅里加少许食用油 放上姜片和小葱段 把金针菇铺到上面 然后放上洋葱丝 接着再放上鱼头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 已经调制好的剁椒王酱 然后把剁椒王酱均匀的铺到鱼身上 用筷子给它铺均匀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一点生抽 再加入半碗啤酒 去新增香软化肉质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水开之后中小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继承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剁椒鱼头 比蒸出来的剁椒鱼头 更加的鲜嫩好吃 而且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没有一点腥味 真的是太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 所以这件事 responsabil captured 除了一些独播放在地下